大家好,我是艾特建议的周全老师 那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牛排的小知识 好,那么牛排啊,基本上可以大致分为四大类 第一大类呢,就是来源于一个法语词 叫做file mignon 这个单词其实读起来是特别好听的 file mignon 那英文当中也沿用了关于法语的发音 file mignon啊,中文翻译成牛小排 其实是牛腰部分那个从来不运动的那一块肉 因此吃起来就是特别特别的软 特别特别的多汁 第二种类型呢,叫做rib eye steak 中文翻译成肉眼牛排 肉眼牛排来自于牛肉的这个肋骨的部分 因此呢,会比较有嚼劲 肉眼牛排又分为bone less和bone in 一种呢,是去骨的 一种呢,是带骨头的 第三种牛肉啊,叫做New York strips 或者叫做sore wine 那sore wine这个单词呢,也是法语单词 它呢,中文翻译成吸冷牛排 或者是沙朗牛排 这一款牛排在各大牛排店呢,其实出键率是非常高的 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 如果你不懂呢,其实可以从这一块牛排开始点 最后一种呢,不是很流行的牛排呢,叫做t-bone steak t-bone呢,顾名思义就是t骨 里面有一块骨头啊,形状很像t字形 其实点t-骨牛排也有很多的好处 因为你可以同时尝到两种牛肉的滋味 t-骨的一面是sore wine牛小排 另外一面是sore wine吸冷牛排 好,刚才跟大家聊完了四种牛排的分类 现在我们来说一说牛排的生熟程度 通常你点完牛排之后啊,服务员小哥就会问你这么一句话 how would you like your steak down or how would you like your steak cooked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您的牛排想要几分熟呢 好,在这边给大家一个小提示 牛排的生熟程度只有基数一三五七 而并没有偶数二四六八 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说我想要八分熟的牛排 因为这个八分是不存在的 好,那具体怎么来表达这个一三五七呢 好,我们来记三个单词 第一个单词叫做rare 它表示很深的 第二个单词叫做medium表示中等的 第三个单词叫做well表示很好的 那么我们把这三个单词进行互相搭配 就能出来一三五七熟的这个牛排的说法 那么一分熟的牛排叫做rare rare 三分熟的牛排就是把一分熟的牛排当中的rare 和五分熟的牛排当中的medium放在一起 叫做medium rare 三分熟medium rare 那么三分熟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神熟程度 刚才讲了五分叫做medium 那么七分就是medium well 最后全熟呢叫做well done well done 但其实我觉得全熟的牛排 恰恰就破坏了一块牛排的精髓 所以我本人是不推荐的 OK,今天跟大家聊了关于牛排的小知识 有没有把大家聊的垂涎欲滴呢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 请您扫描右边的二维码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